尚年觀光博學 今天下午 這裏有一餘來主要的焯花業者 在努工業中心 基盤回法性有機物的培餡工廷會 光博學一餘之外 焯花製造所熟老的回法性有機物 沒有對人體健康有重大損害 而且也是公安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為這回法性有機物這部分 他泄漏 尤其是我們人體致癌 致癌的風險會增加 增加它的外殼 因為如果比較大量的瀉漏 也是我們造成肥災 或是菩薩的感染塑膏的源頭 因為本年的計劃業很多 雖然環保室的肥窩性 尤其沒有排放標準是1,000ppm 國府為了要維護官民的身體健康 價位要將標準降至1,000ppm以下 今天我們現在是定的 本人官來說要定的就是 我們現在在1,000至1,000 這個收費期間我們要壓縮 變成1,000至2,000 1,000至2,000 中間我們從業者1.5分鐘內去收費 超過2,000以上我們就要來處分了 立北峰議員 經濟雲林館環保局這幾年的檢查 管理集合業的設備維護能力 絕大多數都可以控制值1,000ppm以下 觀光能力沒問題 現在控制二年 如果被他們那邊所播出來說 他們在超過1,000以上的設備元件的比例 其實只有0.3%左右而已 所以表示他們有這個能力 蓋上設備元件的削弱量 管理得好 降低到很低 官方保局基盤這條公調會 是希望可以用這項關節標準降機 為何國民健康安全 另外也要問這處 特殊業者 加強生產設備的為何 防止公安事業發生 記者以免為 蔡王博德 所有的選擇 今天要請我們 請多多多位 請多多個 報告 請多多個